视频中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眼神犀利阴狠的主 名为平头哥 它学名秘欢 这种动物体型不大 不超过15公斤 身板虽小 奈何胆子极大 上到万兽之王狮子 小到蜜蜂 还是剧毒蛇 又或者是长满尖刺的豪猪 它都是不服就干 完全不存在惧怕的对手 凭着这种精神 平头哥以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数年之久 成了非洲最能打的抗把子 就连狮子老虎见到 都要让气三分 此外 平头哥抗毒能力还强 早前网上传言 秘欢中了蛇毒后 只需要睡上一两个小时 就能将体内的毒液分解掉 然后重新醒来 继续把毒发前没吃完的毒蛇吃掉 无论是蝎蚁毒虫 还是剧毒无比的眼镜蛇 在它面前都宛如餐前点心 就连吃毒蛇 也是像吃辣条一样轻松 久而久之 江湖就有了 非洲乱不乱 欢歌说了算的传说 那平头哥真的是百毒不轻吗 其实这是人们高估它了 平头哥的抗毒能力虽强 但不至于到百毒不轻的地步 据研究发现 平头哥体内血液中的一些成分 能对蛇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此外 平头哥身上皮毛厚实 能替它抵御不少的攻击 也干扰了蛇毒的摄入 使得真正渗入蜜欢体内的蛇毒剂量很少 这也是为什么 它在被毒蛇咬伤后 睡一觉就能重新恢复的重要原因 由于长期捕食原产去的毒蛇 也让平头哥进化出一种免疫毒液的能力 不过一旦面对外来不同的蛇毒毒素 平头哥可能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虽然平头哥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超神 但他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的独特魅力 也受到了不少人喜爱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平头哥呢 你觉得他的战斗力如何